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反差会大一点 你为什么说是小哥呢 因为小哥其实在剧中的台词基本上就是 我来过 我想起来了 但他在生活中只是我们在一起聊戏 然后小哥就特别爱表达他的想法 天真善良 无比纯真 这话还挺多的 你为什么说是胖哥呢 在剧中你看他这么多话 但是私底下呢胖哥哥是一个非常深沉的人 对 反差门特别大 我先来吧 除了我 你一个人我在戏里那是能说会道的 其实在生活中还是他们俩的 好 该你了 什么 我觉得戏中吧 肯定还是邪的文化是最高的 因为很喜欢研究考古 然后包括跟三叔在一起学习了很多 丰富的这些阅历跟知识 这个就是典型的卡斯特《荣烟地下壶》 应该是胖哥哥 因为你看他的剧中有那么多邂逅语 所以他肯定在剧中是最有文化的 也是最能说的 肯定是小鞋同学了 平时我们在片场 他就时不时会哼上两句 我们全剧作都听到他动人的声音 我确实很爱唱歌 实际上我觉得宇哥也不吝啬 因为他是美声 对不对 你帮我唱一句 然后接下来就 直接用美声来 博弈哥 觉得无可厚非的还是不鞋 他是专业的嘛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下一题 小哥 因为当时我们在刚开期的时候 我一碰见嘛 其实他的比我都好 你看在剧中他都漏了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是没有漏的 我忘了 记得就有一场戏 我们俩看着 有点不得心 对对 看着这边就笑了 怪怪的 然后开始笑了 还有一场他就我那也是 当然他拢了看我 真的我俩笑场了 拳 因为我觉得就是体三教二一 都没有赏 我在这个基础上再说一下就是 小哥的世界里唯一联系的人 就是小邪了 他肯定是联系小邪 这是一种很神秘的关系 就是他也没有我的联系方式 但他就能每次找到我 无邪 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感觉你在哪 有呼吸在哪 我会找一条最近的路和你会合 这就是小哥 那个快问快答结束了 现在是剧情大拷问 如果要答得少的呢 会有我们的神秘惩罚 好 现在开始 五三行 哇 你们好棒啊 双鱼 我反射胡那么长吗 我反射胡那么长吗 双鱼 很铁 兄弟之间不必多说 出身入死的好兄弟 阿宁 跟上了 这有点铁三角了 没有瓶 鸭发生 我就不能说了 我反射胡怎么又长了 哎 咱们刚才说谁唱歌最好 我俩给你半套就行 请 瞄阵如琴弦 不动时间 对叠成千年 我们一起吧 收割着生命的旅程狂欢 我们让生命不平凡 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 带着起扬起飞 要并肩作家一眼一眼 哈喽 具有 哈喽 具有戏的朋友们 我们是怒海 剪刹铁三角 实际上没有墨金啊 站站站 因为哈喽 具有戏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们是 哈喽 具有戏的朋友们 请 瞄阵如琴弦 我的时间 对叠成千年 看见我多慌漫 我们守护着视野 迎接下一站 习惯退悲剧挑战 我和心里的蜕变 变成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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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着生命的旅程狂欢 我们让生命不平凡 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 带着新鸟去飞 有并肩作战 请那边狂风在呼喊 隐喻只收紧握着勇敢 就当事或自然 我不惧危险 拒绝平凡 空生如困难 我们让生命不平凡 一起发现新的地平线 带着新鸟去飞 要变成千年 不平凡 心而变狂风在呼喊 你一直收紧握着勇敢 不兴起或自然 又不惧危险 拒绝平凡 空生如困难 空生如困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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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